中芯國小的方向 然後我就看到外面 往中芯國小的方向 一台白色病室 然後從店門口回頭 然後停在正對面 然後下來就拿著一隻鋁棒 一隻棒球棍 還有身上飲叉一把刀 幾個人 兩個人 然後進來的時候就問說 你們老闆阿正有沒有在 我說他不在 他說他在哪裡 然後我頓堆沒講 然後他刀子就夾在我博士上 然後我 當然會恐懼阿 整個過程 快十分鐘了 砸完就離開 然後玻璃砸不過 然後出來又拿外面的椅子砸 還是砸沒破 然後就走掉 然後就開車走了 烏烏鄉勝利村工業二路 車廂發生了一個被砸電的事件 當然據我們的車廂的職員 也是我們在地的一個鄉親的說法 就是 疑似在載客之中 發生司機與乘客的一個不愉快的情況 但是本人認為 有可能是 就是這只是一個理由 而且最主要可能 懷疑就是可能 就是要收保護費 所以這個情況 我們非常的要求 新湖分局 以及我們的所屬的單位 能夠好好的來了解 是否有這個情況 最近這一兩週 都有發生 店面被不良少年砸電的情況 我身為虎口巷選出來的新竹縣員 我非常的重視這兩起事件 希望新湖分局 以及所屬的派出所 能夠進行內 能夠維護我們地方的一個店家 跟住宅區的治安